我们对这个传统的节日 这个是有所考虑的 尤其是十三城主要载轨过年 这也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过年 所以我们在食品上 比如配置了饺子 还从服饰上头 我们也有所考虑 所以到过年的那一天 我想全国的观众能通过电视 我想会了解到这个情况 我们针对女航天员 参加飞行 从她的日常 她的生活和健康保障 各个方面都是要做了相应的准备 比如说生活用品 我们女同志在地面 就是会用到的一些生活方面的物品 这些我们都要给航天员做相应的配置 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的航天员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经过十二三个月的载轨的飞行 完成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都对十三任务 虽然是六个月的考验 我们也是更加有信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